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萬安先生 這個朵斯大王啊 他的固守不出戰術啊 果然讓這個蜀軍啊吃盡了苦頭 先是毒蛇水智 然後啊接下來是毒氣 緊接著 緊接著是四口毒群 讓關索啊下挖了六十幾公尺 才挖到地下水 真的是累到不行 一些士兵啊 總算可以爬上去 勉強啊可以爬梯子爬上去 這時候豬哥這樣就說 什麼事啊 我帶來了大批飲料 關索和萬平的軍隊一聽 飲料 所有士兵全部衝上去 把那些電解質的飲料啊 蘇跑啊 紅茶啊 奶茶啊 全部搶購一空 把諸葛亮的 把諸葛亮的心意 全部都吃光光喝光光 諸葛亮就說 就算是蝗蟲過境也沒有那麼快吧 士兵們 你們吃了很多苦嗎 陳笑 這些士兵大哭到 有四口毒拳啊 四口 關索又告訴我 有毒蛇窩 叫大家要用槍打草 趕走毒蛇 也告訴我 那帶噴氣的地方啊 要在衛生油的時候啊 過去 接下來四口毒拳 人倒是不知道 諸葛亮就說 沒關係 我一定會幫你們這些受傷的士兵 找解藥的 這些士兵啊 好高興 因為丞相啊 願意替自己啊 去找解藥 諸葛亮啊 隔天啊 就上山啊 去打聽 他就打聽任何的人 看來有沒有什麼解讀的線索 就看到啊 一個東西呢 就掉在路旁 就這樣拾起來看 是一張名片 萬安先生 住在 萬安先生 住在 南門的 凸龍洞 的 附近 尼爾的 凸龍洞 尼爾 沒有那麼遠吧 我想 諸葛亮就想 這是什麼名片呢 搞不好這個萬安先生有 欸等等 諸葛亮啊 把這個 背面給翻了過來啊 他丟掉了 翻過來 變成背面 諸葛亮就說 怎麼會這樣 原來他就是 幫忙解讀的 快點 諸葛亮啊 很興奮啊 就衝下山啊 叫大家 趕快把 士兵啊 送到萬安鄉 萬安先生的 去處 萬安先生啊 就說 丞相 別來無藥啊 小童就說 您就是屬的丞相嗎 叔叔 他就指著諸葛亮說 真的是 你怎麼認識我的 你帶著大批部隊來打南門 大家都知道啦 胡說 這萬安先生啊 白了這個小童一眼 他就說 怎麼可以對丞相無理呢 對不起 這個小童啊 是沒念過什麼書 呃 請見諒 這個萬安先生啊 就引這個 這個 諸葛亮啊 到了 水池旁邊 他就說 我有個萬安泉 請 蛤 如果說 你不放心的話 我試毒 這萬安先生啊 立刻 跳進了萬安泉啊 脫了衣服啊 他就 拼命的 他啊 就拼命的 跳水上芭蕾 給這鼠兵看 解解悶 然後啊 順便喝了幾口 他就說 諸葛丞相 知道這個水沒毒了吧 這個水啊 請 喝了雅拳 和喝了柔拳的人喝啊 一下子呢 他們的 他們的症狀就好了 滅拳倒是沒什麼啦 滅拳呢 並不是說那個 滅掉了就 倒一下就活過來了 不過呢 如果說 你不小心碰到的滅拳 用萬安泉擦一擦 用萬安泉啊 倒了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滅拳的毒就可以解掉 不過問題是 那要馬上 像柔拳和黑拳 還有亞拳 那些都可以慢慢拖五天以下 那至於 黑拳嘛 請他們的手啊 嘴唇啊 全部啊 泡到這個 萬安泉裡面 一分鐘 他們就好了 諸葛亮非常的高興 他就說 可是製滅拳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滅拳啊 水溫適合洗澡 如果說 成像你啊 不小心 要 不小心碰到滅拳的話 呢 這種葉子 路上都有 萬安先生啊 遞了一片葉子 就說 把這片葉子啊 含在嘴裡面 就算不小心碰到了滅拳 葉子也可以保護你 不受滅拳的傷害 是 多謝老人 多謝 老先生指點 這個 嘖 諸葛亮他就說 欸對了 你的本名是 哎呀 還是瞞不了 成像 我是 孟霍的 哥哥 孟傑 啊 諸葛亮真的是 嚇了一跳 萬安先生 竟然是 孟霍的哥哥 他到底是不是 不安好心呢 請今天 下來分享 一下